好 歡迎回到新一集講馬攻略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說過那些經典系列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那即將回到來今個禮拜大戰連連 沒錯 我們六兄當日剛巧沒有馬跑 台風關係就取消了 不要緊 這樣更好 好 多點時間去避典 因為星期六 跟阿威說八場的海外賽事轉播 而我們今期的節目會跟大家看四場 沒錯 今天還有大部分都是一級賽 全部啊 全部 不是 有一場洋賽 但是跟大家先看澳洲 我們跟著時間表下去 第一場就是這個珠峰錶 第一次轉播 終於看到了 全球最高獎金的短途賽 是的 沒錯 也都是未的一級賽 等於有些像之前的沙特杯一樣 沙特杯就新近剛剛變一級賽 那就看一下這場何時轉 沒錯 這場頭馬獎金 提醒大家是有六百多萬的 跑到第十二名 你都可以拿回名費 還有那個六百多萬不是港幣 是澳紫爺 是澳紫爺 所以獎金非常豐富 那今年有些什麼馬跑呢 今年其實很多看名字都很熟悉 也都有一些是常客的了 譬如好像六化大 香港人很熟悉的川河達區 都會在這跑的 事不宜遲 馬上跟大家說一下戰線 沒錯 因為大部份馬都是經過一些二級賽 來到這裏 也有些我們曾經見過的那些一級賽 但是他們就不跑珠峰大賽 因為大家記住珠峰大賽 是要付錢報名的 所以有些付不起錢 或者買不到位的人 他們會跑之後的大賽 那些是真正的一級賽 沒錯 但是說真的很多明星馬都瞄著這場 始終你純粹計算它 你說含金量也好 計算它那個聲望也好 其實這場賽事也是高的 那我們馬上跟大家看看 這一場都是在南米的 不過就跑1,100米的一場 二級賽 對 Furniture Shocks 這場呢 爺馬那隻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 叫做愛德華多 對 跟六化大長期老對手 對 還有一隻叫Gate Trash 就跑第3 對 還有飲備合試 就跑第5 所以 還有一隻Loss and Running 就跑最後 所以其實這場都幾多馬可以看的 對 現在飲備合試 就在最後 他4號馬 黑衣服 待會都追不及了 告訴大家 現在頭2馬 就是在頭兩名單上來 是 證明了 其實南米的長者 是放都OK的 大家留意一下這個就是當日會跑的場地 沒錯 但是跑1,100米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萊蘭第3米 藍山白寶 那隻叫Gate Trash 是 高力德拆棋 今場都會是他拆棋 是 那麼他進到直路之後呢 可能真的有一點點意外 愛德華多就靠進去 是 導致到他沒有位 其實全程都沒有踢過 是 那隻馬呢 都真的幾厲害的 其實厲害的 你始終可以拍得住 叫做澳洲的短途王 陸法大 還有另一隻都很 升級的馬 愛德華多 你看到他現在 最終是站高身 那你輸 都是一個多馬位 表現來說 是十分之好的 其實 大家都見到 剛才我們說的那3隻 是 看多一次背拖給在外面 提一提大家 上多湖那件衣服 就是飲備合試 飲備合試 他追不到就會是這些情況 跑第四而已 第四第五而已 沒錯 因為大家其實如果有看海澳洲的轉播賽 或者有看海外片的朋友 都會知道飲備合試是一隻跑法 相當被動的馬 就好像阿威說 如果當日萬一那個場地 不利追的話 就只有追字 但是如果那天有得追 就不同說法 說的是看這場Premier 6 這場又是跑南鳴 這次又回到千二的路程 他又在最後 我想全世界都知道他是這樣跑的 看看追不追到 這場呢 你預計的放頭 都應該是那兩隊的了 就是陸法大和這個 愛德華多 甚至是 待會都會跟大家說到 就叫做 Home Affairs 但是那隻 還可以摸索一下 這場呢 就是 10月2號跑的 飲品合試贏 他都幾輕鬆的 其實第四那隻 和第五那隻 都可以留意一下 第三那隻都可以留意一下 是的 那就是淺藍色衣服 和深藍色衣服這一隊 是的 深藍色衣服那隻 Loss and Running 剛才那場的Furniture Shots 就跑包尾 這場就跑第四 第三那隻Embracer 大家沒有看錯的 他是轉了賽衣的 現在就是淺藍色的賽衣 但是暫時在我們看網上 就是黑色衣服 是的 那說回中間 你也看到了 飲品合試 飲品合試找到位置 有得追就可以這樣 是的 如果沒有得追 或者找不到位 就在後面 那香港賽事 大家都看不少 是的 你知道找不到位 會發生什麼事 雖然這場都是跑12隻馬 應該都不會說大塞車 看看當日有沒有下雨的情況出現 不要激動 先喝一口水 因為這隻飲品合試 其實剛才阿威也說到 我們剛才都數 如果是今場放頭馬 除了陸化帶 愛德華當 還有Home of Ferris 亦都有機會 還有其他馬去加入去放 所以步速預期 就應該正常至偏快 看看可不可以幫到飲品合試 追上來 那我們都 先說這場摩爾錦標 先說天天 是 是 還有天氣 最緊要 先說摩爾錦標 這場就一級賽了 我們這場主力看了三隻馬 包括主角 尾爾那隻 地獄火 終於來到澳洲 還有一隻 就是深藍色衣 即淺藍衣 高多芬那件衣服 長途拔洩 然後第四位 紅黃衣 傑士賽馬團體 那隻 就叫WOW RULER 這場三隻馬 都會再跑珠峰錦標 其實這場馬 雖然說地獄火 其實都穿得很近 待會他會在外面 他會表演一下 就是粉紅帽那隻 就會表演一下 那些超強走勢 是的 但是我自己都覺得 這場馬其實都真的鬥過 兩隻貓鬥過 嗯 看來呢 用力都多 比其他對手都用力很多 嗯 希望不要影響太多 還有這場馬 始終都是1000米的賽事 是的 還有滿利谷 直路相對比較短 也跑道方向是不同的 這個就是左轉的 朱鋒就是右轉的 但是大家如果不羡望 其實衣裁就是1000米 那地獄火其實 那時候當年在新加坡 跑的時候 跑到1600米 都是很好的成績 是的 所以他1100 1200 完全沒有問題 沒錯 那也可能是因為 他跑到1600 那隻WOW RULER 都是比較短途的馬 是 所以他那個最 最後的爆發力 有一點追不及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最重要是這隻地獄火 過到澳洲之後 適應相當之好 沒錯 而且你始終在滿利谷追 也沒有說在南陸那麼好追 因為始終條直路短 二百多米 好像是谷草 是的 根本就是谷草 是的 你當它是谷草 所以我就覺得 可以再 今場會要回地獄火 至於前面 跑贏那隻 叫WOW RULER 我就覺得真的鬥贏了 他真的鬥了下去 用力就用了 都希望他跑得好 是的 所以其實 我們這樣一數下去 其實剛才跟大家看到 這麼多隻馬 其實 好像都每隻有些機會 還沒計算 有一隻 現在在澳洲當地 被譽為短途新星的怪物 叫Home Affairs 這隻是古摩亞的馬力 是 看重那方面 因為它今場是53kg 有機會 羅利亞就跑不了 因為做不到 大家都知道 羅利亞在香港做比較重 很多時候都120kg以上 所以53kg 應該跑了十幾 就做不到 就給了另一個騎士 薄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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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唯一 除了麥為海之外 就是唯一贏過這一場賽事的騎士 嘩 四年裏面只有兩個騎士 才贏過的賽事 一個就是麥為海 贏三屆 薄奇能 薄奇能 薄奇能贏的好像是前一屆 對 前一屆 所以本身這隻馬 是羅利亞騎開的 炒飯哥 但是沒辦法 做不到榜 他就會去了 歧德華多 但是這隻Home Affairs 我們看這一場 雖然是一場表列賽 當然你秤下去 就算他贏得很輕鬆都好 你話畢都是表列賽 你升上來 他對這一群老虎 怎麼都會有些少少顧忌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殺光 但是你看看他其實沿途都 炒兩下而已 炒兩下而已 其實你看看過了 200米都沒炒 對呀按住而已 所以真的挺大上升空間的 而且他還有一個陽磅優勢 因為58和53kg 差不多5kg 你乘回去已經10磅了 是的 所以他也挺有利 看看他有沒有機會 幫古魔亞贏一場大賽 嗯嗯嗯 不過其實 剛剛阿威說過這隻Home Affairs 轉了騎士 即是他和愛德華 都應該沒有記錯 是不是有調轉騎士 但是大部分的 原班人物 就是 綠化帶 對呀 川河達區 Gay Trash 長途拔洩 飲備俠士 地獄火 和Law Serunning 這些都是用原裝配搭的 應該 不單止原裝配搭 叫做 還要是那些騎士大家都熟識 不說以為攀香港馬 這裡12個騎士裡面 大家有哪個不認識 除了9號那個騎士之外 是的 還有5號阿柏爾之外 其他全部都在香港出現過 高力德就應該 印象中就好像 好像都沒有 好像沒有來過 但都是熟識的 對呀 看轉迫賽都熟識的 就變成好像 這場馬有奇普敦有報名 背拖尾 背歷斯國立基 好像反向香港馬 所以其實這場 加上還有一隻 在香港見過的川河達區 所以馬來的朋友 應該會對這場 很有親切感 對呀 講一講川河達區的狀況 川河達區自從在香港 因為流血之後 就回到澳洲那邊 轉回上手的廉馬斯島 對呀 沒錯 之後就在那邊 沒有正式出過賽 只是試了兩個大閘 對呀 兩個大閘都是從前列回來的 都是贏的 但是狀態是怎樣 可能到時候才知道 但是也要小心 因為他始終在香港流過鼻血 再經過這麼長時間休息 再復出 有沒有去年這麼巔峰的狀態 就真的是一個疑問 沒錯阿威就講中了這一點 因為上屆的珠峰錦標 大家就知道他贏了 是的 但是上屆的珠峰 就是大賽的水準 是不是真的這麼高呢 就是隨時是因為 就是川河達區那一年特別銳 所以才贏到 那就糟糕了 如果你這麼說 第三個機場 我也挺喜歡的 但是那一場就不同 因為他那次就 始終可能 你突然之間 川河達區神來之筆 也是非常弱的 為什麼我們都會這麼刻意去講呢 因為我們去年已經看到川河達區 他的線 真是谷到很盡 是的 你看到 雖然其實很多馬 都是跑Premium之後 再來跑這個珠峰 其實那條線 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他真的飛得很重要 變相來香港 真的不知道是適應不了 其實我覺得 甚至乎馬 是有機會回落了 他來香港之前 由六月飛到十月 嗯 那你已經沒有可能爬到十二月 你已經是 很難的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剛才阿威也有提及到 就是他回到澳洲之後 他只是試了兩個集 正常的話 就像剛才我們說的那堆馬一樣 因為川河達區 上年的走線正正就是 有跑那場的短途二級賽 然後有跑那場Premium 然後才下去跑珠峰 這些是正常的走線來的 這場很多馬都是這樣跑 但是這次川河達區 就什麼都沒有 只是試了兩個集 那究竟他健康有沒有問題呢 他的狀態是不是都還那麼好呢 那大家去看這隻馬 那時候就真的要多加留意了 沒錯 還有一句 跑到火紅火綠 還要遇到什麼天氣呢 很大機會 因為這兩天就會下雨 嗯 下到最後 星期六應該不會下的 看天氣報告 但是前面都死了 今天都已經是Soft5了 Soft5 現在現時看 如果他再下兩天 因為這場賽事是當地的第七場 就是以前跑六場 所以 預期他會是Soft6 甚至乎再爛些 地上面相應 我看跑也會爛些 因為 剛才我們 看過天氣報告 十四號 十四號 那個舊雲是黑色的 是 所以千萬不要當他是好 你這樣跑 我們也是當他爛地這樣跑 所以變成 剛才我們說過長途佛士 其實長途佛士 都不是說那些跑爛地很厲害的馬 所以都要不到 如果是這樣的話 到時候可能選爛地更厲害的馬 會有些好處 最重要是看當地 頭六場究竟是 你放還是你追 這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剛才我們說到 飲備合試 地獄火 這些要靠追 如果當天不來追 那他的實力 就會大打折扣 沒錯 所以如果你們聽 我們都已經有兩條線路 可能跟前就是 綠化大 是 外德華多 甚至乎是 Homo Affairs 這些都是漢頭 後追就是那兩隻 飲備合試 和地獄火 對 到時候大家都自己拾生 我們這一節的時間 先說這麼多 稍後回來 再跟大家說另一場澳洲的大賽 就是考飛爾得杯 稍後見